贝拉佐夫将军抵达了密室 在踏入这座由坚固钢筋水泥和巨石基座混合胶筑而成的大型建筑的那一刻 这位身材魁梧的挥发军人便感觉到了一种威严 肃穆而又凝重诡决的气氛 而这气氛便来自于建筑物内随处可见的符纹符雕 以及沿途走廊上那一扇又一扇紧闭的门飞 随处可见的符纹是这座建筑物安全措施的一环 它们被设计用来抵御外部的超凡清洗 以防止不受欢迎的访客进入建筑物内部 而那些紧闭的门飞背后皆通往一条又一条幽深的涌道 涌道尽头可能是异常物的封印室 也可能是危险的样本仓库 更可能是陷入临时疯狂的研究人员 以及被禁止接触却又不可销毁的古老卷宗 走在这座建筑物内部 仿佛游走在现实世界和疯狂深渊之间的夹缝 仿佛站在某条不可见的防线上眺望另一个险恶的世界 哪怕是没有什么超凡力量和灵性天赋的普通人 也可能会感觉到神经紧绷 汗毛倒数 双引号 这里的安全措施真的足以保证那东西不出问题吗 贝拉佐夫将军跟在一鸣引路的军方学者身后 在经过一扇漆黑的合金大门时忍不住问道 密室设施是匕首岛上安保措施最严密的建筑物 这里所有房间都有单独安保和超凡屏障 每一个危险度超过三级的物品下方都直通熔炉 而即便抛开各种超凡屏障不谈 这座建筑物哪怕仅从结构强度上也能抵御圣徒及敌人的全力进攻 带路的学者用骄傲的语气说道 除非有哪个古神把力量蔓延进来 否则这里是万无一失的 说到这 带路的学者顿了顿 又接着开口 而且话又说回来 那东西虽然处处透露着诡异 但它本身其实远比我们一开始想象的 稳定 甚至可以说老实 稳定 老实 贝拉佐夫将军皱了皱眉 下意识开口 是的 虽然这么说不太严谨 带路学者点了点头 那东西被挂在密室中央已经很多天了 通常情况下 这种诡异的东西多多少少都会表现出一些活着的特征 会用各种方式影响周围环境 但它从来都没有这方面的表现 没有释放出物质 没有溢散出力量 不呈现出任何超出现实维度的特性 虽然从那上面刮取的样本有些古怪的物理特性 但也仅限于物理特性 和大部分同级的危险物品比起来 它简直老实的像一块石头 双引号 这倒是个有趣的情况 我会报告给城邦执政官的 贝拉佐夫将军随口说道 一名穿着蓝色外套的研究人员从对面走来 行色匆匆地路过此处 在经过将军身边的时候 他向后者点头致敬 离开的时候脚步不停 某种软体动物蠕动肢体的声音 从那件蓝色外套内部传来 这里的人都很匆忙 贝拉佐夫将军随口说道 是的 密室中每天都是这样 我们的工作不仅限于分析那个潜水中 还包括监控设施内的其他东西 带路学者耸耸肩 请您别介意大家的失礼之处 没关系 我本身也不太在意这些规矩 将军说着 微微皱了皱眉 是我的错觉吗 这里面似乎总有奇怪的气味 从进来之后就闻到了 那像是某种 水生生物散发出的味道 这里是匕首岛海湾 建筑物的通风系统是直接和外面连着的 有这种味道 有这种味道很正常 再加上消毒剂和沉淀持飘上来的怪味 您闻到什么都正常 带路学者说着 叹了口气 其实我们一直想申请经费修缮一下这里面的通风管 但上级的回应永远都是能用就行 将军对此不置可否 只是抬头看向了走廊的尽头 麦尔逊教授已经站在门口 提瑞安最后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外套与头发 离开穿衣镜之后来到不远处的置物架旁 看着上面摆放的几样事物 他犹豫了很久 要把什么带在身上 配件要带吗 配枪要带吗 护身符要带吗 武器似乎是派不上用场的 他不能指望依靠一柄剑 一把枪来保护自己在诗香号上的安全 更何况自己这是应邀请去诗香号上做客 带着武器过去的话 非但显得过于没有诚意 而且还有可能激怒父亲 护身符也没什么实际效果 但带上可能有点心理安慰作用 可是不知道父亲如今对众神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他会厌恶 还是不屑一顾 冷冽海上最大的海盗头子 第一次在出门这件事上纠结如此之久 他要前往诗香号了 他要回到诗香号了 那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 他人生中绝大部分的温暖记忆都在那里 他不愿回忆和面对的部分也在那里 在阔别了一个世纪之后 他现在突然发现 自己根本无法想象自己踏上那艘船时该是个什么模样 就在这时 大副爱登的声音突然从门外传来 打断了提瑞安的思索 船长 您准备好了吗 提瑞安皱了皱眉 对门外叫嚷着 就快好了 别催 我的意思是 您最好快点 爱登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这次带着明显的紧张感 看在女王陛下的份上 使者已经来了 使者已经来了 提瑞安一争 这才一时到爱登语气中的古怪 赶紧来到门口 一把降门来开 爱登的声音还在不断响起 船长 您要是再不开门我就 啊 谢天谢地 您终于开门了 提瑞安瞪着眼睛看着门口的场景 他那忠心耿耿的大腹正浑身紧绷地站在那里 一只浑身被绿色烈焰包裹的可布海骨巨鸟赫然正站在爱登光溜溜的头顶 这海骨巨鸟浑身火焰蹦见 星星点点的灵体火苗不断掉落 时不时落在爱登身上 而在那海骨巨鸟的胸口 赫然可见一个正漂浮在半空的同志罗盘 那是父亲的所有物 一场022 灵界罗盘 船长 您能不能别看了 先让这只鸟先从我脑袋上下来 爱登声音都有点哆嗦 这火不断往身上吊啊 海骨巨鸟歪了歪头 似乎是在仔细观察提瑞安 突然张嘴发出了语吊怪异的女声 去城华大道 走二仙桥 上车 有座二 有大座二 都往后烧烧 花生饮料矿泉水 提瑞安顿时被这一串声音下了一条 脑海中首先就一句话 父亲的使者怎么是这个动静 随后他才开始好奇这怪鸟突然蹦出来的古怪词汇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结果想了半天没闹明白 但他发现爱登已经快晕过去了 我们出发吧 提瑞安摇了摇头 把脑海中乱七八糟的想法强行甩到一旁 也不再考虑抵达诗香号之后该怎么面对自己的父亲 抱着将一切交给随机应变的心态 他看向那诡异的海骨巨鸟 我们怎么 他话音未落 就见到那巨鸟突然踩着爱登的脑壳腾空而起 随后又从空中俯冲而下 伴随着一片幽绿火焰充盈视野 提瑞安而旁只传来一声怪叫 你爹来咯 下一秒 他就感觉天旋地转 仿佛全身所有的感官都在被打乱重组 紧接着 他又感觉自己瞬间被抛到了不知多么高远的天空 他在黑暗与寒冷中穿梭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 也可能只有一瞬间 这种怪异的眩晕和玻璃感变又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脚踏实地的感觉再次出现 黑暗与湿众消散一空 阳光穿过薄雾 再次照耀在身上 伴随着熟悉的无感回归 提瑞安看到眼前的景象也从抖动中逐渐清晰起来 似乎有一个很高大的身影正站在自己面前 但那不是父亲 和父亲比起来 这个身影显得过于纤细了 那更像是一位女性 有点眼熟 提瑞安使劲眨了眨眼 终于让自己的视野聚焦起来 看清了眼前之人的面孔 白色长发披肩 左眼带有伤疤 高大鹦鹉的美丽女性 凡娜带着古怪的表情 看着眼前的海盗头子 又别扭地转头看了看不远处 几个等着看热闹的身影 最后 她叹了口气 对提瑞安说道 提瑞安船长 我知道你有很多问 不等凡娜说完 提瑞安便瞬间后退了半步 目瞪口呆地 看着眼前的审判官小姐 她把普兰德打下来了 冷冽海最大的海盗头子 正在大受震撼